香港發生幾件事 今早有一宗東西 我自己感觸很大 但兩位可能未必太關事 原因是甚麼呢 我小時候讀的幼稚園 今早跟你說 三年後他停辦了 三年後 現在的年輕人讀完就沒有了 拜拜 那是甚麼呢 跟得完 以前我小時候 在九龍塘讀這間幼稚園 很接近廣播道的位置 走下去未到火車站中間 今早的消息跟你說 九龍塘跟根德園幼稚園 本身是全民 今早已經確認了 然後發新聞稿交代事件 表示已經向教育局交代了他的決定 不能轉彎 說到許意易決 解釋這個停辦的原因 目標客群 就是一些年輕家庭移民成風 再加上本港出生率低至歷史新低 然後本學年K1入讀人數大幅減少 即幼稚園一年班 加上有30%的教職員 已經介乎接近退休的年齡 不要說教育職員 我好命的我也退休了 我好想哭哭 所以就說搞不定了 我們不做了 然後這間根德園也翻查上年度的 叫做幼稚園概覽 根據根德幼稚園 沒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就會採取私立獨立的經營 所以現在就不玩了 所以現在還在今早上學學的小朋友 就真是叫做最後的日子了 就是放心的 繼續有書讀的 不用怕 可以玩的 每天都有茶點吃的 總之今年開始不收新生了 又多個地方 讓劉慧恒拍反氣爆線 反氣爆線了 我猜隊長還有一些未完成 打風和黑雨 搞到他還有兩三場 我猜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應該都完成了 我猜他應該 除非可能突然預訂的地方 有前後動 不然的話 也算是有多個地方 可以讓隊長發揮 但是關於這個根德幼稚園 其實就不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有很多都是這幾年正正的 玫瑰缸 對,玫瑰缸 可能前幾天才說 玫瑰缸又說不搞了 好了,學校沒有了 其實有幾樣東西 第一,你沒有小姐來讀書 就算現在我當放了上面的下來 也未必立即救到你 其次,你說那個地方不做 那那個地方用來做什麼呢 那又是一個 純粹不做 那會變什麼 不變的 因為那個位置 其實是 安务院 豪宅區 豪宅區 是不是 豪宅區 以前是豪宅區 九龍塘 九龍塘 九龍塘安务院 現在是好行的 就是廟宇那些 是 很多的 那裡過得對 因為反過來 人口比例出身率低了 人口又老化了 當然是安务院 另外其實我覺得 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其實有很多學校 那開始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香港其實搞教育 叫做優生 就是全部學校都要靠響朵 把學生放在學校的場旁邊 就說不知道拿了多少獎 來讀啦 為你棄豬娜 那些 那些 其實你變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反映 已經過成了 譬如你搞學校那些 是不是過成了呢 第二 其實你現在都經常出現那些 沐浴缸有一個好事例 就是校長和校監和校董會裏面 其實都格格不入 原來都不是一致的 不一致到 喂 大哥有人收購不是不領 接著校長說我正在教學生 不是不教 不是不領和不是不教 中間其實出現了這個位置 不是單一事件來的 是 其實有很多學校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過來之前的幾年 就是有一堆已經說 哎 糟糕 就是屯門也有一間 正在建那些霹靂 勁秋 飛升國際的國際學校 哇 建成了一個皇宮 你不知道以為去了環球片場 Herry Project 就是老爸老母要拿層樓去壓了 接著你崩過來 我就讓你的兒子進入校門 就是你 就是去到拱的情況之下 這個浪蓋過來 你不收 是 就是收硬 我想跟你說 是收硬的 是 就是沒得搞的 有得讓你賤生態慢慢淘汰 是 但是最慘的是不學校 就是我當玫瑰缸那些 你說多無辜 他現在 昨天也還有新聞說 關於這個玫瑰缸 因為玫瑰缸的事又不同一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基本上已經是 都不是傳 基本上一來就已經跟你說了 喂 不玩了 拜拜 但是很多是教職員都沒有收過封 最慘的是 我在那裡教的 我也收不到封 我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就叫做有一個關注組 發起了一個聯署的行動 希望可以撒停到這個撒校的決定 暫時有300人簽名 坦白說 你說這些只是意識形態 坦白說 簽名又有用的 早有用的 沒有錯了 當然這306人的響應簽名當中 包括有舊生 退休的教職員 以及家長等等 不論是舊生 和退休教職員 我明白 曾經在這裡 你們有些人和事 但還是有一句 由你畢業那一刻開始 前陣往事跟你已經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除非你每年都會 每年你都捐500萬回學校的 你就會死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死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 然後就說 和他搞得要自己倒閉 不要說殺校 殺校被動 他現在直接說 我居收了 光榮結業 對 我居收了 我不玩了 我就說 這個基本上一定是計算過一條數 沒得搞的 除非什麼 或者可能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些人想著 之前退去買一些虛擬貨幣 招貨幣 招貨幣 那些就更加沒有 不知道 可能有也沒問題 你真的不知道 一間學校 究竟他拿了學生的錢 他要做投資 當然他是用投資來理解這件事 風山水氣好的 大家開心 不用說什麼 不要說學校 有間飛機的航空公司 都可以 炒東西炒焦了 那就糟糕了 那是正常的 很正常的一件事 好了 然後很多玫瑰缸的校友 或者一些家長 教育職員都說 你很不尊重 突然之間你說 建業就建業 沒有的 剛才亨哥開頭說的最適合 商業 對 那些叫學店 不好意思 我無意 貿易去冒犯教育的偉大程度 但他真的是一個商業行為 真的是一個學店 好了 那狀態就是 那你有時 酒樓突然倒閉 難道要跟你說嗎 難道二瓦三瓦都說 你不尊重我 沒有人說是尊不尊重的 賠足錢給你 就行了 出齊錢 出齊錢就算了 那我猜 之所以說 幾年後不搞 我猜到真的計算過 就是連你那些人的薪金 他應該燒到那個位置就燒盡了 然後大家洗手 金盆洗手 大家一場花一場夢 這樣 這個亦都是無讀有愛 亦都猜不到的 就是一場疫情 再加一場運動 是吧 就是衍生的一個問題 現在真的開始逐步逐步 浮出來 沒有出來 玫瑰江學校 我自己就少些接觸 有聽過這間學校 當然有聽過 但譬如我沒有認識朋友 在那裡讀 當然有很多學校的前校友 可能都會覺得 有很多依依不捨 但總會面對 我不知道兩位 有沒有試過你們讀過的學校 現在可能已經完全變了樣 阿斌你剛才說 你這間幼稚園將會沒有的時候 我的童年清得很清楚 一下子清了你 因為我那時小時候就在葵方村 我又不知為何這麼幸運 我爸爸說選了十一族 九至九十十一族是甚麼事呢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 爆建築業 建築界裏面的醜聞就是鹹水樓 三座都是鹹水的 難怪我們住的 我小時候住著一睡一睡一睡 爸爸為何有灰掉在我口上 原來就是鹹水樓 所以其實住了不是很多年 就已經看到一些鋼筋 跟著那些冷行的地下裂開 那些東西 所以我整個童年的活動範圍 由小販式的 跟著那些冰室 竹袍 小學和幼稚園都在那一塊 就是重建那一塊 那我就一下子清了袋 就是一個來頭就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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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搞了 從幼稚園小學街坊住的地方 店鋪 碰碰碰碰碰碰 沒有了 一下子沒有了 整個黑地士都拔走你 碰碰碰碰碰 沒有了 不就清了 已經清了我的記憶 連關係都還清了 我近些五六年 開始你說社交媒體 再加上跟我差不多同年的一些同學 我近些五六年才是在社交媒體找得回來的 那些小學同學發生什麼事不知道 中學好一些 因為我去了別區 小學同學沒有了 街坊也還有一些 真的沒有了 很慘